现在房子的一面外墙上能看到渗水的痕迹 角落里有一些黑色墨汁状的斑点 李先生说这是长蘑菇留下来的痕迹 卫生间的情况更加严重 房门和吊顶上有很大面积的霉斑 门框的缝隙里不仅有黑色斑点 还有不少黑色和白色的蘑菇 当时我看到很恶心 我就觉得这个房子怎么会这样 我当时怀疑是楼上漏水 然后自己看了一下 这个上边又没有漏水迹象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个管道 还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这套公寓位于杭州腹地一中心 面积50多平方 2018年买下来时花了108万 李先生告诉记者 房子是买来投资的 所以收房后他没怎么来过 自己是做生意的 最近资金比较紧张 就想卖掉这套房子周转一下 买家找好后 他就想着先来房子里看看 这个屋子里边这里有一处发霉 然后我就和他讲了一下 然后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处理 什么时候讲的 大概讲有十五六天了吧 然后这个卫生间是我前天发现的 15六天前来的时候卫生间是没问题的 卫生间对 当时可能因为我这个店也没 也没让他给我送上来嘛 然后当时可能也是没发现 李先生说 因为卧室里渗水发霉的那个角落 他给买家便宜了五万块钱 最终谈好的价格是105万 比当初买的时候还要便宜 由于着急回拢资金 想想吃亏点也无所谓 结果最近看到了卫生间的情况后 交易直接黄了 交定金已经要买了 然后现在导致我这个房子 人家现在一看这个房子这个样子 人家也不要了 李先生说 他之前跟开发商的房修部门沟通 对方表示可以维修 但需要15到20天左右 我现在等不了这个时间 快点给我弄好 然后要么你这个 导致我现在没卖掉 给我一个说法 采访时 楼盘营销中心的工作人员 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后来 开发商公共事务部的工作人员 回复记者说 内间卧室的煤斑是由于设备阳台渗水 属于个别情况 李先生反应过后 由于房屋托管给中介出售 他们和中介上门查看时 密码无法打开房门 所以没能进入 一直在等待中介通知 至于卫生间的问题 初步判断是水管连接处发生渗漏 从房屋目前的状态和漏点判断 渗漏时间较长 由于房屋已经交付 过程中业主没有及时发现报修 导致维修面积损失扩大 公司9月18号接到业主反馈以后 第二天上门进行查看 经房修部门确认 部分恢复面 比如卫生间房门需要定制 预计维修及恢复时间为20天左右 考虑到业主的实际需求 他们会在保证维修品质的基础上 尽可能压缩维修工期 如果维修过程中业主无法居住 公司可以安排过渡房给业主使用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18氨 究竟 Hur